咱们把丸子打开,轻轻的这一拨就开了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是砂锅清炖狮子头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看一下啊 这个肉呢,在冰箱拿出来,你看这颜色不好 要给它片开呢,片成半公分厚的片 直接切成肉丁,花生豆大小的丁就完事了 大一点小一点都行 这个肉丁呢,要求熟以后啊,入口呢一吃 能吃出肉的肉丝的感觉啊,有那个纤维的感觉才好 这边呢,是我剁的啊 把这个都搅了,这是半斤肉啊 加上一个鸡蛋 葱切成沫,姜切成沫 一两碎 盐,这微多一点,好了,这些正好 味精加也行啊 最好是临出锅的时候加,0.2克的花椒面放 好了 看一下啊,像这个程度就行 看看,拿出来还干的糊的这个感觉 来,这样就可以了 肉丁,换进来 冬笋 切成丁 入口吃的有个脆感 这个十字头呢,就合格了 看看,这样 淀粉加的 泡好的啊 这些 大致有四十克 开始搅拌 炒上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了 看到吗,看啊 搅到这个程度,叫拉丝状 这么拿起来呢 叫什么呢 倒挂刺 这就可以 然后呢 分出五份 一份 这样这碗子就可以,来,朋友们看,拍锅了啊 家常版的,这个非常好做 吃的还不腻口 吃的特别香啊 从这个口感上 味道 和什么一样呢 和这个 火腿午餐肉 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盐 口呢,直接就调个八分口 朋友们,现在看一下火啊 就这个火苗 比辣鼠的火还小时呗 你看看 里面 翻花呢 咱们是二十分钟 只半小时 你看一下就行 来 看一下 时间到啊 用这个筷子 这么样去扎 看看,忙起一提 它上不来 这就叫标准 现在呢 把这个白菜 洗好的白菜 这样 白菜要炖至多长时间呢 二十分钟 只半小时 这味才好 好了 一会儿见 来,朋友们看一下啊 开锅 正好半小时 非常酥烂了 啊 加上糖 味精 少加上一点 这些啊 然后,把这汤往上淋 把这个白菜 往边上这么一溜 就可以了啊 一个一个的往起拿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味儿啊 是相当相当棒的 咱们把碗子打开 你看一下 轻轻的 这一拨就开了 准丁入口是脆的 肉呢 入口是滑嫩酥辣啊 唇齿流香 回味无穷 原的味儿 当然好啊 好了 今天的 砂锅 清炖狮子头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